开车拉K尿二死 显刃无关吸毒 过失致死起诉 桃园25岁女子张庭欢 今年6月初 开车行进平正式中心路口 边抽K烟边开车 精神恍惚 完全没刹车 高速撞上平等红灯的机车 车上两名女学生被撞飞 轿车暴冲 撞上一旁的围墙才停下 无辜被撞的护专学生 陈婷玲 林子勤 送医后不幸身亡 肇事女驾驶只受轻微擦伤 警方依公共危险最前送办 最重可处十年徒刑 但检方根据承办援警指证 当时没有闻到嫌犯身上有K烟味道 生理平衡测试也及格 因此采信嫌犯所称打喝碎尿祸 而非吸毒所致 昨天依破失40岁起处 刑则最重两年 失者家属不满说 吸毒开车应该是杀人罪 东新闻桃园报道 obtaining去搭取 谱杁脱汤 仓扇 地励 解禁 桃味道 解禁 桃味道